这叫真正护持正法 所以你不放下 全是邪法 不是正法 正法是本性 本善 本觉 是亲近平等 这是正法 想象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为什么不肯放下 一放下就是门 不放下都在门外 那我们现在不能放下 是在讲的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 认为这个世界没好人 时时刻刻的提法 就怕吃亏上当 结果自己吃了大亏上当大的 为什么呢 继续搞生死轮回啊 继续造业啊 什么时候你真正忧了 这个是我很早 就写出来几个字啊 佛经上讲的啊 时时时是好事 日日是好日 所以我们用不住看时辰啊 看日子用不住啊 那是迷信的 我说了两句话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你要真正明白了 对人还有怀疑的吗 对事还有顾虑的吗 没有了 你上当了 人家骗你了 那是他的事情 我解脱了 我脱离六大轮回了 我脱离了这个烦恼圈子了 你还有这么些顾虑 你依旧落在轮回当中 你几十能处得来 轮回是个陷阱啊 是个黑洞啊 这四句话能帮助你超出 用佛法讲超度了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事 我也讲过很多遍 华严经里面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善财童子凭什么 一生 一生 赈得究竟圆满的福果 跟诸位说 就是这四句 善财童子 善财童子从来不怀疑一个人 是无人 在经上 我们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善财童子一生 用什么样的心 修参财童子凭什么 他的心目当中 所有的人都是佛佛萨 没有一个不是佛佛萨 这人人是好人啊 一切人所干的事 好事坏事 都是大乘佛法 那就是好事啊 所以他心里头 没有一个佛佛 没有一具物业 没有一桩事情 而是悟性 纯净纯善 他一生成就了 这个事情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向他学习啊 所以首先就是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没有吃亏的 也没有上当的 也没有占便宜的 你要不超越轮回 渊源相报 这一生他坑了我了 我不计较他 莱森遇到他还还我 真的 欠命的还命 欠债还钱 因果同三世了 你要明白因果这个道理 就没有吃亏上当 也没有占便宜 你的心就安了 心为什么干 道理搞清楚 中国人讲啊 心安 理得 理搞明白了 心就安了 心安你说 独自在 不再去提防人了 提防人累啊 很苦啊 啊 言语有所谓说 害人之心 不可有啊 防人之心 不可无啊 这个话是错的 害人之心 不可有 防人之心 也不可有 防人 你想想多苦 啊 一天到晚提防 你先怎么当 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顾虑呢 知识身 生活 知识一切我所有的 所拥有的 由我 由我所 怕丢掉啊 患得患失啊 如果你要知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你这个念头就没有了 那么你就得大自在了 你就开智慧了 你六根 借出外面六层境界 多开智慧 所以大方广佛 花园间在哪里呢 整个宇宙 就是一部圆满的大方广佛 花园间 不在经本 不在经本 辩法界 虚空界 是一部核的 花园间 这是祝福如来 所介绍的 互乏真正的意思 不可以不知道 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条 为之众生 苟敬骨 发行如土 为一致观察 若诸佛土 知道众生 狗是人 亲近 那么讲到狗近 就是讲到 就是讲到 是法界 六道 是人 是狗 四圣法界 是禁 啊 燃经 都不是正常的 啊 正常里面 没有燃经 啊 没有燃经啊 是祝福的 射报 装远土 有燃经 是释法界 啊 所以四圣 是释法界 里面的净土 苟然 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里面 有善悟 啊 善业 善心 善行 感到的 啊 这有感觉有印嘛 就变现出 三善道 卧行 卧行呢 自自然然 就变现出 三我道 是这么个道理啊 谢谢大家